新北市持续推广纪录片已经进入第十年 今年特别扩大举办工作坊 在9月12号以及13号两天 办理给纪录片工作者的六堂课讲座 邀请到了重量级的导演或者是制作人担任讲师 希望提升纪录片工作者的创作力 才一大早讲座的现场就挤满对纪录片有兴趣的民政 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广纪录片 今年是第十年 因此特别扩大举办工作坊 一开放帮名很快就额满 我想我们从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的设计就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它从像艺术纪录片的创作 然后还有像怎么样提案 怎么样募资 怎么样企划 怎么样上国际跟国际接轨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马上就可以学到的 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在这次课程的安排上 希望是它能够非常的务实 然后让大家能够学习前人的经验 所以在人选的挑选上 他们也都是有实物经验的 那实物经验的传承非常不容易 今年工作坊邀请许多重量级的导演来担任讲师 包括曾经获得鸡马奖评审团特别奖的导演黄明川 就来到会场和大家分享艺术纪录片的观点 那我相信各位一定常常会觉得 你有很多种你 你常常会有 然后一个会大于另外一个 或者一个会大于另外三个 甚至有时候比较小的那个逐渐巨大 然后原来 长久的 持续性的那个你呢 慢慢又变小 那这个不只是在行为上 有时候在事业上 有时候在倾向上 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新北市政府推广纪录片 这十年来 不但和许多导演 监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其实也培养了不少纪录片观众 因此10月27号起 将在府中十五 举办新北市国际纪录片院 等到我们12部影片出来 还有今年影展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市民朋友 或是外线市的朋友 只要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府中十五来看片 都是免费的 这次纪录片工作坊 特别分六大主题来进行 借由专题讲座 让对纪录片有兴趣的民众 学生或是影像工作者 有机会和导演监制跨域交流 记者沈仲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